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系纸萧萧主播新闻 我是东山国小同学黄柏威 新北市第53家公托 系纸智新公共托育中心热闹开幕 包括市长朱立伦 市议员 里长一起来同乐 朱市长表示 未来将持续推动 让小朋友平安长大 活动中来宾们也和小朋友 一起体验做安姑柜 现场欢笑声不断 年纪小算有时跟不上节拍 不过站上舞台就是吸睛 小小朋友带来超萌演出 有些逗得现场来宾笑声不断 新北市第53家公托 系纸智新公共托育中心 24号举行开幕典礼 市长朱立伦指出 七年前全国首创第一家公共托育中心成立 就在系纸也就是中后公托 转眼间现在已经是开办第53家 未来还是会积极推动 2 1 系纸智新公共托育中心正式起动 可以看到市长手上拿的3140代表我们新北市公共托育的中托人数达到3140位 当我们推出第一家的时候 我相信当时人家都觉得有可能吗 我们最快的速度在系纸就在我们的中后公共托育中心 然后就一家一家的设立 我们北峰系纸北峰是第18家 我都还讲了 那今天是第53家 我们还会继续的成立 现场包括11元廖正良白佩儒州亚零号地方里长都来参加 因为这个空间之前是交通分队市府充分利用闲置空间推动幼托公共化政策 也规划了亲子管服务 而自新公托的主打特色就是打造了亲子厨房 所以当天也安排市长议员们和小小朋友一起动手做鸪骨柜 从包线压模到把成品脱模 大小朋友合力完成 而接着也上到二楼看看收拖环境 每间教室都安排不同活动好热闹 对于全新公托家长也好喜欢 我们还推出什么 我们幼儿园大幅度的征办 全新北市现在到今年年底 今年我们可以增加430万 增加将近一万两千个名额 系纸智新公共托育中心预计收拖60名 0到2岁因幼儿 从现在开始到5月4号下午5点为止开放登记 如果登记超过收拖的名额将会在5月5号办理抽签 另外也欢迎家有0到6岁幼儿的家庭 可以多多运用亲子馆的各项服务 嘉诚慧玲系纸采访报道 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系纸小小主播新闻 我是东山国小同学刘嘉明 上个月花莲地震造成重大伤亡 再加上最近地震频传 如何在第一时间应变 公所也针对防灾志工学校及民众 举行一场灾民收容与安置演练 因为将综合运动场规划为防灾公园 现场也开设前进指挥所 让站在第一线的引导制客人员 还有民众有个概念 真的遇到灾害时 能很快的应变 减少灾害损失 模拟系纸发生强烈地震 造成部分建筑物倾斜 急需疏散围楼居民 系纸区灾害应变中心 进行灾民疏散避难引导 并且在实力运动场 开设防灾公园 进行避难收容 包括前进指挥中心 而当天也开立了五个站 首先就是安置登记处 为了让大家能够更清楚 也安排了模拟情境 这一站是有人在地震中受了伤 现场也准备了轮椅 并且进行简单上药包扎 看我说要拍一张 看起来没吻嘴 这样吻嘴 不然你吻嘴油好吗 好好 他要把我吻嘴油 你看有情形你的 你会做得好吗 好 这样有点凉 当天演练民众也配合演出 好逼真 因为是紧急逃出来 有些连换洗衣物 沐浴等用品都没有 所以现场也发放了简单的生活用品 并且还准备了热腾腾的点心 一发生地震 要往空旷的地方走 所以公所是选择了运动公园 作为收容场所及灾民安置 不同于以往的风灾演练 现场还搭了帐篷 作为民众暂时休息的地方 而这次演练项目包括疏散避难引导 防灾公园配置简介号实境演练等等 希望让民众在灾害发生时 低时间能够知道要做些什么 在这一次的花莲地震 让我们就是会感觉到说 这个演练是必须要的 让大家能够知道说 你在地震的时候必须要做什么样的动作 需要就是说去公所 我们的政府单位需要怎么帮忙我们 这是必须要的 所以这一次刚好去公所在咨询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是好答应就是说来帮忙这样子 大家知道最近台湾有些地震 那为了预防危险 所以我们今年呢 特别针对细子公园 这个综合运动场来做个演练 那希望万一真的有地震发生的时候呢 大家能够来这边避难 那所以今天会有一些收容上面 跟避难上面的相关的一些措施跟演练 所以希望借由这次的演练呢 看一看到底哪里还有不足的地方 那希望我们能够做充分的改进 那希望未来呢 大家能够平安顺利 因为最近地震频传 公所希望透过演练 加深全民防灾观念 除了整合各单位的资源 提升救难联系的效率 也会针对当天的一些缺失 提出修正改善 让真的有灾害发生时将损失降到最低 这场惠林戏指采访不到 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戏指小小主播新闻 我是东山国小同学黄伯威 戏指哭哭人路在去年几次大雨 发生严重掏空有走山的情况 所以市府正在进行道路巩固 补强工程 一人廖正良前往关心施工 状况还有进度 也希望尽快完工 保障所有用路人的安全 这是去年会堪的状况 在苦苦轮路20巷口 沿路的路边先以水泥护栏隔离 主要是因为大雨不断的冲刷 民众就发现道路地基不断掏空 靠近山谷的边坡严重滑落 出现好大的落差 也赶紧向议员廖正良陈勤 而在经过市府及专家勘察评估之后 巩固补强工程已经在进行中 16号下午 议员廖正良就前往关心施工状况 好进度 这个枯鱼路都往下滑了好几公尺 那这个整个路基都掏空了 那经我们的提报之后 我们请荣卫吉来设计 也请我们的这个斜者专家 还有土木技师到现场来 会看过好几次 因为这个是走山非常严重 所以说当初我们的这个技师 设计是用钻探的方式 钻到研盘 钻探打撞的方式 所以说对整个基础非常的牢固 当时整个掏空走山 边坡塌陷几十公分 下方的农地还出现了一米的落差 下陷情况严重 所以市府这次也以钻探打撞的方式 要巩固道路路基以及边坡 不过几年的一条衔接小路 民众担心之后会有类似状况 再加上转弯视线不良 所以也希望在路口之后 能够一并改善 我们拜得受肯 Italia路族 拜得救救救救 на위沿 第二车 大家好 因为设计的时候在这个不高速转弯 这个岔路的地方 还是有下陷的地方 可是那边刚好是比较低挖 所以说在转转的时候 会有看不清楚的情形 所以说我们的民众是希望说 在这个转转这个地方 除了做这个富然之外 要把它增高一点 我想这个民众的要求 我们会 我想这个对案件的考量 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我会请荣卫局 再来会刊 做个改善 针对民众陈琦 也将反映相关单位会刊 讨论如何改善 至于目前的巩固工程 也希望尽快完工 以免再有大雨重刷 酿成大祸 这场惠林细致采访报道 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细致萧萧祖国新闻 我是东山国小同学 陈和琪 道路坪造成下雨积水 车子经过水都喷进家里头 让居民很困扰 而这样的情形 就分在大同路二段385巷 长期以来 路面经常积水 虽然居民也客难用水泥填补 但效果有限 所以在接货成勤后 廖议员廖正良就邀请相关单位人员 现场会刊 指着用水泥填补过的路面 居民说因为之前铺泊油的时候 没有注意水平也造成道路不平整 出现坑坑洞洞只要一下雨积水 车子经过水都喷进家里头真的很困扰 所以只能客难的自己用水泥来补动 我自己捕 太多了 我自己捕 捕是捕也太多了 也是测水里的 这就是以前打的时候 这打的时候 没变太多了 会测水 现在测水 这些车都喷得出来的 路面非常的不平整 大概有很多年没有加铺了 尤其这巷子很窄 那两边又有住户 那这个高层跟低层 就是当时没有测 会有这个积水的情形 那积水之后 车子从这边里面还停个停车场 车子从这边经过的时候 把这个水都喷到我们的这个屋子里面了 所以会造成非常多的不方便 在接获成情后 议员廖正良就邀请相关单位人员 现场会刊 大同路二段385项 也是通往总整市场的一条小路 再加上道路不宽 两边都紧邻住家 路面积水引起民怨 会刊要求改善 那公共是要把这高低层重测 才会让这个坡了之后 会有更平顺 会有积水的情形 才不会让我们这 我们两旁的住户 有这个照 一下以后造成这喷水 到屋子里面的困扰 最主要还是路面高低层落差 需要调整 所以公所也将先针对 高低层来重测 再进行道路重铺 解决问题 加成慧玲 戏子采访报道 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戏子小小主播新闻 我是东山国小同学 陈品玉 马上就要进入防汛期了 为了落实防洪减灾 戏子区长徐开宇 特别前往戏子城中 抽水站进行访试 还特地带了许多干粮物资 让人员值班实用 因为光是戏子 就有23座抽水站 不但新北最多 也强占了四分之一 台风大雨扮演重要角色 所以希望防洪设置 都能有效运作 戏子民众也能更加安心 五月防汛期 防洪防灾工作很重要 戏子区长徐开宇 十二号校带着泡面 八宝粥等干粮食物 来到城中抽水站试差 为工作人员加油打气 就让他们在台风大雨执勤时 可以填饱肚子 最重要的是了解抽水站的准备状况 那汐止地区也有23个抽水站 占整个新北市四分之一强 那可以说是重中之重 那所以汐止地区的抽水站 的抽水设施的维护 跟整个水路系统的维护非常的重要 所以今天特别来到城中抽水站 那关心现在整个抽水站的运作情形 那看起来是非常的顺畅 在防汛期来年之前 我们已经做完全面性的年度保养 在年度保养的时候 我们有把所有设备的机油还有滤芯 还有所有的设备都把它保持在百分之百的妥善率 以便防范在汛期来临的时候 有所准备不要有淹水的情况发生 十几年前汐止藏淹水 所以基隆核整治后来也增建了许多抽水站 以新北市八十几座抽水站来说 光是汐止就占了超过四分之一 另外还有一百多道的水门 都是29区当中最多 所以台风大雨能不能发挥功能很重要 区长也感谢工作人员辛劳 像是在去年六月及十月的豪大雨当中 抽水站有效防洪发挥功能 那一天之内下了这个豪雨数量 可能说两三百毫米 那所幸是由我们同仁们的努力 跟抽水站的功能的发挥 所以将这个末端的这些水 全部有抽到基隆核里面 那没有造成市区的大面积的淹水 整个来说是这几年来呢 那抽水站都有发挥功能 飞训期的时候是大概两个礼拜 做一次的例行性的检查 然后在检查的时候 然后如果有发现异状的时候 然后立即更换其部分零件 然后平时也做好妥善的保养这样子 那训期来临的时候 我们是每个礼拜进行做温激力检的动作 然后并且有每个月做一个释抽水动作 今年防汛期前的保养与各项准备工作都已经全数完成 现在台风好雨时这些抽水站都能够有效防洪 公所也呼吁系纸民众做好防灾 随时提高警觉防止水患 才能保护好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 嘉诚慧玲系纸采访报道 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系纸小小主播新闻 我是东山国小同学吴荣宇 新北市联合真才活动 15日上午4来到系纸举行 时间一到 行政中心11楼就集满了求职真才 当天22家厂商提供1000个工作的机会 系纸就业服务站表示 就业在地化 方便民众就尽早工作上班 来到行政中心11楼只见坐满了求职民众 有些摊位还出现排队人潮 新北市联合真才活动系职场 15日上午举行 22家的厂商提供了在地1000个工作机会 吸引好多人来找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是主打在地化 让民众就近找工作也就近上班 所以在地方上 长期耕耘的观天下 有线电视为了扩大服务 也现场真才面试 欢迎热情有活力的青年 加入服务团队 很高兴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 提供这个联合真才的活动 那我想台湾大欢平观天下 有线电视 是在长期在地方经营 那数位汇流 相信是未来一个趋势 公司的那个扩大营业 然后急需有热情活力的 心血注入 那希望有四的青年 加入我们这个服务的团队 今天我们在系纸办了一个真才活动 然后我们有找了将近22家的一个厂商 1000个职缺 然后我们是整个在地的一个就业化 我们也希望说 所有的系纸的那个民众 有需求的话 欢迎今天来这边 然后一同踊跃参加 到了现场可以先准备履历 接着看看有什么适合的职缺 现场就可以面试 对于可以就近找工作 民众认为很方便 尤其这次真才就业是主推在地化 也符合不少民众想找工作的条件 比较方便 因为厂商蛮多的 我们可以直接去做询问 对在地的 那我们不用再跑到外地去做 真才的那个 就是路途遥远这样子 那心里有想说要找什么样的工作 还是以在地为主 对那就是以个人的兴趣 跟医院这样子 行政中心11楼礼堂 环境不错 交通也方便 新北市每年都会举办一场 大型的真才活动 也希望有需求的民众 可以上网查询 多多参与 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嘉诚慧玲 系纸采访报道 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系纸 小小主播新闻 我是东山国小同学 谢立谦 今年系纸春茶比赛 在系纸区农会的休闲中心登场 这次参加的有76个点 现场一样是邀请了专业委员 进行评比 从茶商色泽 香气 味道 去评比 春茶的品质如何 经过一个上午的评比 结果出炉 今年系纸春茶比赛 是由潘朝鑽获得了特征奖 系纸区春季文山包种茶比赛 16号上午在系纸区农会 位于西湾路上的休闲中心登场 场内严格的屏蔽 茶农们也在旁边关心整个结果 因为这是他们辛苦栽种的成果 而一开始茶叶摆出来 评审就整体茶叶工整度细细观看 像是这盘有白蚝 还有干净度够的话 都是比较优的 它外观非常的整齐 非常的均匀 然后有一点白蚝 那主要我们评审的标准就是 茶叶的外观 香气 滋味 水色 四个方面 那每年的品质都很好 而且农会的部分 也会为这个安全把关 都会做农药残留的检测 那市政府的部分也会来抽茶 所以对消费者来说 是非常安全的一个饮品 那希望我们消费大众 可以多多来购买我们的文山包种茶 只见现场先将每个点的茶叶摆放出来 趁一定的重量到白色的杯子里 接着就再装进热水 而好的茶当然得色香味俱全 所以可以看到专业的评审 先是仔细的观看色泽 整个走了一遍之后 然后一一的闻味道 接着就拿起汤匙 咬起茶 汤品茶 每个步骤都不马虎 而大致来说 今年的春茶品质很不错 发觉说 细子的茶 它的品质非常好 没有什么黄片 没有什么梗 没有什么初老的叶子 那我们的茶汤的水色都比较蜜绿 那我们茶叶的香气 都非常清香 宜人 生好茶 有哪里 有哪里 很辛苦 有哪里 茶参就要熬 茶叠还要 不吃好茶 茶叠还要辛苦 没蜜没蜜 今年的春茶 天空八 吃好 吃好天好受盛 每个茶的品质都吃好 除草是最重要 还有尽量不太有水气 但是好天气也不能害太多 好茶就是要有水气也是刚好 天气太好 茶叶长出来的茶青会比较小 至于今年天空作美 品质比往年好 而在经过层层的评比 结果出炉 是由长盛军潘朝郡 夺得冠军特等奖 接下来农会也将举行颁奖典礼 鼓励优秀的茶农 加成惠林戏指采访报道 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戏指小小主播新闻 我是东山国小同学陈佩妮 真的很难得戏指区秀峰国小 近百位学生 到了新装蹦球场观看球赛 由Lamigo 对象主场的富邦汉将 小朋友 带着加油棒 加油牌 为富邦汉将加油 现场看球赛 学生们说很热闹 好有临场感 带着在地人支持 在地球队的红色布条 还有加油棒及加油牌 这群秀峰国小学生 来到新装棒球场 看球赛力挺富邦汉将 由新北市医员廖正良 及观念下有线电视联合举办 5号晚上是带着秀峰国小同学 免费看球赛 其中不少是富邦汉将的球迷 来到现场为球员加油 大家好兴奋 当支持的球队急出安打 更是卖力狂喊加油 喜欢来看球赛吗 为什么 喜欢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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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这次的观赏 能够一方面支持我们国内的一个球队 二方面 也能够在他们未来选择职业的时候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学校结合职业体验试探 让孩子透过球赛的观赏 对未来职业选择有多一个考量 而主办单位也表示 现在棒球比赛落实主场制 从今年开始由富邦集团 任养新装球场 所以也帶著秀豐國小來挺富邦漢將 帶領我們氣質的秀豐國小 一起來挺我們的富邦漢將 那今天我們所帶領的這個小朋友呢 都是我們秀豐國小各個社團 那我們是用獎勵的性質 因為看比賽大家都很喜歡 但是我們希望透過一個誘因 讓我們小朋友在我們的社團 或者是任何競技的方面 有一個奴隸的目標 因為難得在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的轄距裡面 有一個主場的棒球場 那也感謝富邦漢將在這個地方的投資 讓我們整個新北市民 有機會來這邊參觀 欣賞優質的球賽 市場小朋友都非常興奮 融入比賽度過一個愉快的夜晚 就請慧玲新莊採訪報導 各位觀眾好 歡迎收看細紙小小主播新聞 我是東山國小同學李兆玲 不一樣的球類運動 細紙北港國小舉辦旋風球體驗活動 新北市旋風球發展協會 不斷捐贈球具 還教小朋友打旋風球 球打出去會飛 還會飄 為了推廣旋風球運動 新北市旋風球運動發展協會 捐贈了30套的球具 給細紙區的北港國小 而協會人員也當起了教練 上場教小朋友體驗旋風球 先來個正確版的多變化球路 兩兩隊大 有高飛球平飛球還會往上飄 一開始小朋友也看得好認真 可以從高飛球開始練 然後再平飛球 然後上飄 然後左轉右轉都可以 所以搭配起來各種的變化球 就都可以做得出來 每個禮拜四就是學校的運動日 那我們在這個禮拜同時也正好邀請到新北市的旋風球運動發展協會 他到學校來製正旋風球的球具 讓小朋友去體會整個投球的動作 旋風球是一種結合網球棒球和羽毛球運動技巧的新興運動 在簡單的介紹示範之後 接著小朋友也拿起球拍還有球開始體驗 不過一開始球好像都不是照著自己想的軌道走 旋風球就是會轉彎還會飄移 多試個幾次似乎越來越上手 小朋友都好喜歡 那麼透過這個球具上面的齒輪 這個球會造成高速的旋轉 最後投出來球就變成一個變化球 這也可以訓練小朋友對於整個球路 整個球的變化 可以做出即時的反應是一個相當不錯的一個運動 新北市旋風球運動發展協會一行人來 不但捐贈了球具還教小朋友打旋風球 球打出去會飛會飄還會掌彎 多變化的球路 新鮮有趣的體驗小朋友玩上癮 現在有了30套的球具 剛好一個班傑的學生都可以一起玩 也讓北港國小體育運動更多元 嘉誠慧玲 汐子採訪報道 各位觀眾好 歡迎收看汐子的小小主播新聞 我是東山國小同學張藝成 春天時節百花盛開 近年基隆河畔的繫紙城中公園 在這幾年的經營下 裡頭種了好多的花花草草 最近台灣仙丹盛開 橘色的花朵總是吸引許多人住族 拍照留念 尤其今年大開 仙丹一球一球的好像繡球花一樣 也讓志工里長好得意 真的好園在基隆河步道靠近城中公園 這裡一眼望去只見沿途開滿了橘色花朵 圍繞城一球一球真的很美 里長說這是大王仙丹已經種了四年的時間 今年一樣大開 每一株都又圓又飽滿 民眾說比自己家裡種的繡球花還要大球 我們這個陳麗雲大姐顧這一條仙丹真的是照顧得好漂亮 鄰居什麼遊客大家來走都看到都好高興 我們家的繡球都沒有比它漂亮 我照顧這個花的話大部分我說一早來交花修剪還有拔草 花開得這麼大的話好多人講說叫我第一名 說開得很漂亮他們好高興 從這邊來散步的人給他們欣賞的話大家都很高興 現在開得很好 那以神龍里來講的話我們仙丹花大概種了好幾千顆 但是這一排的話可能比較早熟 現在正在開 許多民眾都特地停下腳步拍照 到河邊散步的民眾也說花開真的很美 這兩年仙丹開的又大又圓沿途花台就種了賞千株 可能是施肥奏效整個大開 而幕後工程除了里長之外就是這位志工陳麗雲 江花除草全年無休他說真的就像顧小孩一樣 不過看到花開得這麼美經過的民眾各個稱讚就很有成就感 乾了我就四點多來澆水 有花洩了我就給他撿一撿 草順便拔一拔就這樣子照顧 對好像照顧小孩一樣 比那個繡球花還大 但是看起來就這樣 我們看到的他的花期又蠻長的 這樣的話大概還有一個月 好像感覺到這一排都整整年都在開開完的話 他有後面的又陸續開 前面的再卸掉的話後面的又陸續開 所以說大家在這邊經過的幾乎都相機拿起來都一直在拍 歡迎大家來欣賞 志工愛心照料仙丹好營養 有的個頭實在太大容易垂下來 所以嬌花除草也得順手整理整理 除了基隆河步道 在城中公園裡頭也種了一大片 里內上萬株的仙丹都在盛開中 緊鄰基隆河畔可以散步休閒 又可以欣賞美麗河景 花開得這麼美 里長志工好得意 也邀請大家有空來走走 就像慧玲細紙採訪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的細紙小腳主播新聞 我是東山狗小同學張藝成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